目前中国女排联赛比赛正在进行中 引起球迷们的热烈关注 而此次联赛确实意义重大 自从东京奥运会之后 中国女排就再次进入了一个新旧更迭阶段 老队员们伤退前教练退役 必须要挖掘新球员 才可以继续在巴黎周期里打出女排精神 这也是新教练蔡斌面临的挑战 那么联赛作为全国各大俱乐部都参加的比赛 就是做好发现人才的渠道之一 那么今年联赛有哪些位置和新球员值得期待呢 首先最让人关注的 无非就是主攻位置 目前第一人毫无疑问是天津女排的00后李盈盈 东京奥运会周期就已经是郎亭指导 这重点培养的新人之一了 蔡斌上任后 她也继续当之无愧地接过了朱婷的重担 目前能力十分全面 只待好好培养爆发 而除了李盈盈之外 还有两位00后新人值的期待 分别是吴梦杰和庄影山 这两位在亚洲杯里闪耀的新人 让大家看到了中国女排的未来 而复工位置的接班人 或者绝对主力则还在考察中 除了袁新月之外 到底是稳定的王云云还是可以爆发的杨寒玉 目前球迷和蔡斌都不能下定论 还需要综合考量 两位的潜力可发挥性等等 小编以为杨寒玉的潜力更好一些 毕竟年纪小而且身体素质也出色 王云云虽然经验丰富 但攻防能力还需要提升 不知道她的天花板还有没有空间 期待这两位在联赛里的表现 也希望有更多复工小将 寮子出现 接应位置功详宇虽然还能打 但也要注意接班人的培养 目前来看陈佩妍和江苏的周叶童 都在大家的选举范围内 和王云云杨寒玉不一样 这两位只是冲击接班人位置 可成长的空间和可能性还非常大 而且都是力度比较大的接应人才 未来肯定会对上 至于二船 丁霞毫无疑问在巴黎周期会隐退了 但接班人到底是姚迪还是刁铃羽 同样也面临选择 刁铃羽虽然在市井赛首发 但能力还不足以当作绝对主力 依旧需要磨练 比较明朗的估计是自由人位置 目前王孟杰还是当打之年 可以当之无愧地扛起巴黎周期主力的一个重任 而年轻一代里作为他接班人的人选 或许将会落在02年小将倪非凡的身上 当然以上位置的绝对主力和替补接班人 都是根据目前这些球员的表现来排列的 如果在今年联赛里有出现其他表现优秀的黑马球员 说不定也会对这些球员造成冲击 那么对于这份巴黎名单你怎么看呢